哈喽大家好,我是玛丽欧 我是朱朱 阅读提案 每周提案一本书 本周是我提的 《万能电源,我的便利,你的过劳,超商的社会代价》 作者是张立祥 2021年有集文化出版 这本书叫做《万能电源》 它还蛮可爱的 封面上面有一堆设备 包含了那个冰淇淋机啊 POSE机啊 咖啡机啊 冰柜 对,就是便利商店的元素 对 所以你有没有算过你一个礼拜去便利商店几次 这种事情真的有人 住在都市里面 住在台湾的都市里面 你真的算出这种数字吗 一个礼拜哦 对 如果你一天去一次就至少七次啊 所以你每一天都会去超商吗 我觉得几率应该是高的 哦 买咖啡啥的 呃 通常是买啤酒 哦 好像也是 咖啡 我其实不太一定 因为我的咖啡 我家有 公司有 除非是那种在外面的行程 然后零食要喝 不然好像现在 如果是两点一线的生活的时候 好像反而比较少 在便利商店买咖啡 但大概算一下可能一个礼拜去七次 我觉得就是你就算每天至少一次的话 对啊 七次以上 不过分吧 每天去一次应该不算过分吧 都是人的生活来说好像是这样 对啊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情境都是属于那种 零食性的 突然有个feel 突然需要个什么东西 突然想吹冷气 对 也可以 对啊 比如说我们突然想上厕所 因为在那个可能比较大的超商里面 也会有厕所 嗯 对 我先说这本书好了 他2010年的时候有一本叫做血汗超商 对 但这本就跟那本比起来 他更聚焦分享超商店员的大小事 就从第一人称他主要是以店员的视角 然后到第二人称客人跟店员之间的互动去描述 然后到客观的去分析超商店员的工作技能啊 还有整个超商的一天的作息 嗯 还有去判断就是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他们怎么去判断有些事情的优先顺序的这个脉络 然后他也有就像刚刚提到的说明 他有提到说这么方便的社会 我们是有代价的 但他是自己有去做 还是他只是田野询问而已 他自己其实就做了店员做了10年多 10年喔 对 是连续还是陆陆续续 好像是连续的 就是做超商的店员 所以他其实非常清楚超商店员在做什么 整个流程 对 然后还有那些机器 还有变化 怎么操作 没错 新的机器越来越多 他还有去前面一开始 他就直接提说 超商这个是怎么在台湾出现的 从历史 然后到超商店员开始学了哪些技能 也是累积的 然后一直到就是后面啊 一线的实际的状况 就 就是我觉得 因为就像你刚提到我们一个礼拜 可能会去七次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超商真的是我们生活中 很重要不可或缺的存在的那个角色 但他是一个怎么样开始的呢 他里面有没有讲就是为什么我们会 因为我觉得那是近十几二十年来可能这样子 但他其实一开始他大家就可能当作是一个 你会去买一些就是我刚刚讲临时性的东西 不管是饮料啊或者是什么一点点简单的零食啊 或者是一些那种消费品 但他慢慢慢慢才变成现在越来越多这种各种各样服务的 还有提到其实说这个就是便利超商的起源 你真的很想知道对不对 便利超商的起源 为什么会有便利超商 其实最早期的时候是银马店嘛 对啊 然后到底怎么从杂货店 然后突然变成就是有冷气的便利超商 这中间的过程是从1977年有一个叫青年商店 然后他想要提供的是四个关键字 冷藏新鲜标价跟自助 所以他就是期待他们的设定是方便的地点 跟比较长的营业时间 但那个时候的业态就是他的店铺的形状还是比较像超市 而不是现在的超商 比较大一点 对然后他其实就是我们1986年他就叫做松青超市 你说就是本来的青年商店就改名字叫松青这样子 对然后他又到2015年就被全年并购了 对然后就是在那个时间才开始陆续出现像同一超啊 全加莱尔富这种相关更相似的四大超商 对然后其实就是在1980年也就是7-11的元年 他就在就是这个时候出现 但他们一开始也是朝向 就是他们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客群 然后可能是针对妇女啊或什么什么 但他们其实也有失败过 因为他们就发现其实 他们一开始设定的客群 其实没有直接一定要去超商消费的原因 对然后他们才开始调整目标客群变成上班族 然后跟去调整他们店内里面的一些提供的服务啊 或者是设定 然后跟建议他们的形象 我小时候其实我们家附近是有杂货店的 对就即便是 就反正在台北市里面还是有 而且他活得还蛮久的 对就这家杂货店存活的时间其实蛮久的 然后那时候我们要买米啊 就是一些那种可以放的东西 然后那时候我最常被叫去买的是蛋 嗯 买蛋跟买酒 但其实你看现在在超商这些都买得到耶 对但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杂货店其实存在很久 因为我印象所及 应该至少到90年初起我还算蛮频繁的去耶 对 然后他其实有提到说为什么青年商店他想要开的原因 因为他就是他们想要他们提出来他们跟一般高码点不一样的点 就是他们的东西是冷藏嘛 然后再来是他就是统一个标价 你不要再跟我说 问 杀价 今天鸡蛋多少钱 没有这种事情 啊一次你就是买这些 所以他就是一个统一固定 所以你就是可以进到店里 然后直接拿你要的东西结账 啊我们就是这样 讲清楚 就比较没有人情味了这样子 对 对 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迈向都市化很适合的一小步啦 但很早耶1977年这个真的是有点太太早了 就像我讲的到90年杂卧天还活得很好 对啦 OK 但就是这是超商的钱身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就像生活当中会一直看到的东西 然后也一直会进去 所以我就觉得这本书读起来就是很亲切 嗯 所以我读了就觉得很开心 就说啊原来是这样 哦原来是这样 就看这本书的过程 我就是会觉得心情很好 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 哦原来就是打开了我的另一个世界 原来都过劳了 你还心情很好 是 嗯 对不起啦 但是我就说就是可以理解说 原来他们的作息啊 他们是这样子在思考很多事情 跟处理很多事情 嗯 就是我觉得想要分享 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读得津津有味 对 然后刚刚有提到之前2010年多前的本书 就是血汗超商 他讲的是揭开加盟店在经营活动上 没有独立跟自主决定权的这件事情 嗯 对 所以他其实那本书讲的是产业 然后这本书讲的是超商店员这个人 嗯 的这件事情 这个工作 这个职业这样子 对 嗯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最开始认识到这本书 是在书店闲晃 然后看到标题的时候才开始去思考说 我跟便利商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发现我其实也没有想过 好方便的这件事情 这个背后 它其实是有很多人事物的一个很大系统构成的 对 对 然后上次我们也有在之前我们有讨论 就是社群啊 智慧行载距离的数位资料 这些是财产 就是他们其实要被视为一个物体 嗯 所以这次我想要 就是我们也可以一起聊聊 就是我觉得平常便利商店给我们的便利 嗯 也是我们其实以前没有想到跟意识到 我觉得有几个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还有几个便利性是很大的不同的 嗯 我觉得就是等于说让整个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变化 对 比如说有一个可能是带缴费用的出现 答对了 因为以前你要缴费很麻烦嘛 你可能要去金融体系 啊金融体系可能就邮局银行 他们基本上都有就是三点半五点钟关的这个时间 然后可能大部分都是正常上班时间 那你如果你平常也在上班 那你要去缴这些费用 其实就很麻烦 然后所以那时候可能比较简单的就是变成设定那种什么代扣 就是直接从比如你的银行户头里面直接去扣款这样子 那这种是一个 但后来超商开始有这种可以带缴的服务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大家很多上班族或是临时 你发现哦要过期了这样子啊 赶快去缴钱就变成很大的一个影响了 对 这个他书里面有提到 然后有一种 哇我的那个知识又被打开 哦因为你没有去缴过钱 不是是呃我有去缴过钱 但是我没有想到你知道我们去缴的那个他不是会逼三次嘛 刷条码 那个条码是同一超商发明的耶 你是说这种设定方式吗 他刷三层条码这个事情是同一超商发明的服务 然后他最一开始就是缴电话费 嗯 最长 中华电信的电话费 再来接着就是一开始银行那些还不敢跟超商 这个三层条码去合作 就还在观望 然后之后就发现 诶这样真的是可以方便很多 对 对然后才开始陆陆续续的去导入这个服务 嗯 对我觉得就有一种 哦原来第一个是这个统一规格 这个三段式条码 它是超商发明的服务 但是现在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 落实 而且我们甚至可以缴到水电瓦斯啊 信用卡保险费 甚至是房屋底价税 对全部的税都可以由这个系统去缴 真的是很厉害 我觉得另外一个应该就是ATM吧 我觉得其实超商里面有ATM 我觉得影响的产业面积很大耶 你真的是把我的问题全部都抢先回答完 太有默契了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想过 缴费我其实之前没有特别的感觉 因为我很早就开始用线上缴费这件事情 但是ATM这件事情在行动支付还没有那么普及之前 其实我领现金就是很常去便利商店 或者是去台北的话可能在捷运站也可以啦 就是大概有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地点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还是很多时候在使用现金 但我现在使用现金的比例非常非常低 我可能一个月 我记得我那时候挑战过多久可以不用领钱 可能真的就是一周 一个月 一个月可以不用领钱 对 因为我会跟人家换现金啊 就刷卡换现金 就出去吃饭的时候 那我来刷卡换现金 我来刷卡你们给我钱 对或者是去一些演讲的时候 对会有一些讲私费 他可能直接付现金 那没有很多 但就是反正用的机会也不多 所以真的就变成很少 我真的可以很长段时间不用领钱 但在那个时间之前 就你没钱的时候 你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开始找便利商店 你不是找银行 以前是你还要找银行 对 然后现在不是 现在就是你很自然而然就是开始找便利商店在哪里 这样子 超商在哪 对啊 就是说我去领个钱 但其实有些不是每一个 对每一个都有 然后这就是一开始我有没有要问 你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超商会有ATM 为什么超商会有ATM呢 让我思考一下 我觉得你说是谁主动吗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觉得双方都有利 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银行主动 我觉得应该是超商主动 他其实也没有明讲啦 但是超商为什么会有ATM 然后他其实最一开始就是 超商会跟单一个银行去合作 对 比方说可能全家就是跟某个银行之类的 对或者是同一就是跟中信 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不一定 不一定都是这样 大部分应该还是 可是我有时候看到 交媒体系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不是说每一个某一个品牌都一定是这个银行 应该是 有可能有很少数的是不是 对 好 然后他就说其实他最一开始会把这个空间提供给银行 对于超商的思维来说 就是一定会有客人走进我的店铺 那他不可能只领钱 当然也可能只领钱 但是他多少一定会买东西 做点其他的事情 对 所以他就是觉得这样子可以带来极客人潮 对 所以他们就开始推出这个服务 然后我有实际去问就是现在在潮商打工的朋友 他就说对 这个ATM带来的客人真的很多 一定会进来 然后就觉得哇 又是一次又被打开世界的感觉 这个应该是2000几年之后的事情了吧 对 应该没有很远的时候 对 我会有印象是因为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啦 你会有比较那种大笔的支出 可能就是去买电脑啊 或者是买什么相机这种 就我自己那时候可能买一些3C用品 然后那时候可能在逛啊商场 或是在那种什么博爱路那边 他通常就是刷卡要加% 对 然后他通常就是付线可能就会少 因为刷卡要收手去飞啦 所以他们通常为了要薄利多效 所以他可以让你用付现金的方式 他的方法是说刷卡要加3%啦 那当然其实对于信用卡公司来讲 他们是不想要这样子的 但是你没有管到他们嘛 好 所以我那时候在买东西的时候 有些时候就是 我要先问好确定要这家买了 然后我才去领钱 我不会是这样带了一大堆现金 那边跑来跑去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就常常就是 到处找银行 银行在哪里 所以我确定那个时候是还没有 ATM还没有进入到操商里面 应该是蛮后 我们看05-06之后的事情了 对 然后我刚刚为什么会讲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产业变化 原因是因为 我记得那时候2017还是哪一年 但那时候就是Fintech很红的时候 然后很多人就会在想说 为什么台湾的Fintech 好像没有中国那边进步这样子 然后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没有行动支付 为什么我们没有支付宝 因为我们领钱超方便 对 我那时候后来仔细想一想 我那时候去新加坡参加Fintech的大会 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有一个 就是新创公司 好像是一个非律宾的 起来的公司 然后在讲说 其实在很多比较乡下的地方 领钱非常非常的麻烦 不容易拿到现金 所以反而是那种地方 它会特别的在手机的使用上面 变得更快速 好所以回来刚刚讲 就是在台湾当ATM进入到几乎全部的便利商店体系的时候 台湾便利商店现在应该是超过有两万家吧 官方的数据好像都不会明讲 他们有几间分店 就是破一个数字他们会减 对对 比如说五千间什么的 但你就把几家几大加在一起 应该是绝对一万绝对超过 早就超过了 然后应该是我觉得有两万 那反正它的密集度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然后它又是24小时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的银行里面有钱的话 你要领现金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就是真的就是几步路或者是骑车 或者是怎么样就可以拿到现金了 那这时候只好跟那个要推行Fintech的政府单位说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领现金的通路 有点太方便了 但我觉得那是阶段性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等于说 这个方便性让这个需求不强烈 对就是它不是说行动支付不够方便 或不好用 其实还是很好用 而且我觉得现在 你看现在便利商店自己都有 各个pay什么大家通通都有 然后大家也都鼓吹你来用他们的这个支付 所以这个支付的本身市场是有吸引力的 不管是哪一方来讲 所以他们自己现在也开始在推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在之前就是因为太方便 方便到拿现金太容易 然后现金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好处 就除了你会觉得说 可能带很多零钱不方便 或是你要到处领什么不方便 但是它其实有一些方便的地方 比如说它是一个不具名的东西 所以今天你要买什么东西 付现金是不容易被追到的 对 但今天如果你用任何行动支付或信用卡 都有可能被追查到 这样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会讲的好 大家你 大家总是会带有色眼光来听这句话 千万不要误会 我只是说现金有它的方便性在而已 然后对于店家来讲 其实现金是最好的 因为你及时就拿到钱 对 你如果说什么信用卡 你要等拨款 然后什么通通都是 可是其实现金是对于企业经营来讲 是最好的 也是啦 对啊 好 那我直接再讲一个 就是针对超商这一块 我还想考你 可是之前就你有提说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开始进 就是会想要去便利商店 然后其实最早的时候 Seven他有办了一个行销活动 对 他为了要让大家可以多去Seven消费 对 有印象是什么吗 大概在2000 2000几年那时候 他做过很多东西啊 最早期 2000几年然后早了 2000几年很晚了 那个时候我跟你讲 Seven有很多 我们小时候 嗯 私乐兵啊 不是 你不知道私乐兵吧 我知道私乐兵 你知道那时候 他们夏天的促销 其实都是拿这种 可能什么抽一元的 对 重量杯一元什么之类的 但他开始大红 大家会想要去Seven多消费 其实我觉得那些都算是啊 这是算啦 这都很算好不好 但我跟你讲 他带起国内各个 这种通路业者的一个潜力 就一直到我们现在 我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困扰 嗯 叫做极点 哦 你记得那时候不是极 Hello Kitty 对 极磁铁 Hello Kitty 好像还有那个弯弯的那个 哦 我知道 如果这样讲的话 其实最早其实是麦当劳 然后大家才发现说原来 公仔 这个这么受欢迎 这样子 对 然后他们才开始极点 因为那时候好像是 麦当劳是买餐就送 极点应该是后来的事情 对 他就是送那个小磁铁 Seven的事情 然后就开始就大家就 哇 原来就是这通路 我只要再多花多少钱 我就可以 就是累积那个点数 然后拿那个磁铁 然后去收集 然后所以现在就是各个通路都有 各种IP的极点活动 嗯 这就是Seven 他们这样起来的原因 但之后 全家也陆陆续续在跟上 对 然后在这本书 他就提到全家那时候 用了一个活动 跟一个产品 嗯 然后让他现在也 应该说已经跟Seven 有点像是大家都会觉得 这两个都很不错的原因 嗯 然后Seven那时候推出的就是 双麒麟 双麒麟 对 就是那时候 他就推出这个服务之后 就造成很多的排队啊 嗯 然后抢着要吃的这个风草 就觉得哇 他们真的是 无所不用其极啊 但 无所不用其极的 逼死电源吧 对 就是这样 电源又越来越累了 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越来越多 所以在这本书 他其实前面第二页 我刚刚给你看 超商电源的技能数 对 我刚刚数了一下 他其实总共 你要成为一个 就是 合格的电源 对 合格的电源 你要点满70个技能 70个技能 对 有这么多吗 你开前面那一页就好 就从进补货嘛 然后你要熟悉 每一个产品 你说这些 全部加才七十的 对 哦 然后就是你要熟悉 每一个产品 然后你要认识他们 然后你要会处理客宿 你要会 事物机的维修 对 然后各种各种机器的处理 对 然后还有就是你要认识各个不同票券啊 或什么什么的活动 嗯 对他要总共要点满70个技能 他才有办法好好的工作 他这边有六大类 就是储存展示 这个大家可能很清楚 就是百货 上架 对 但是这上架就有很多细项要做了 然后事物类就是 包含了 看一下刷条码 使用收银机 然后发票点数 这种是事物类 包含了打扫清洁 然后服务类就是服务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写顾客跟神秘客 对 对 然后即食品就是 即食品是比较近期的啦 就开始有越来越多 包含了咖啡啊 然后微波加热啊 双气瓶这种通通都是 对 然后后来 还有啤酒 还有地瓜 真的是 还有煮茶叶蛋 煮茶叶蛋 热狗 热狗 包子 那个是再制品 对 即食品是立刻可以吃的 再制品是 它会稍微处理一下 微波什么什么 为什么咖啡机放在即食品 再制品放 好奇怪 好反正它就是有一些分类 然后 对 还有一个是其他 进退报纸防止免费月报 不过这现在应该越来越 越来越少了 但还是有 对 但现在越来越少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烟柜 熟记烟品位置 烟柜真的是 对 不过有一些 两三百个耶 有一些店是没有卖烟的啦 对 对 好 然后再来就是超商店员的作业时间 然后它也就是让我有一种 哦原来他们是从这时间点开始 就是第一个是进货跟补货的时间 嗯 是他们作息的第一个高峰 第二个高峰就是他们客人最多的时候 嗯 就是比方说我们中午用餐会有上班族 这样突然涌入 对 或者是早上小朋友上学前的上学那一波 跟下课之后的那一波 就是都是人潮会突然涌入商店的时候 所以他们在那之前就要补好货柜上的东西 嗯 然后还有他们要退货 补货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说压力最大就是 有一些冷藏像牛奶那些不能放在室温太久 对 然后他们要赶快放到冰箱里面 就是他们会有这些作业流程 所以他们的一天会照着这两个高峰 中间才去安排他们吃饭时间 嗯 对 然后再来是他就有提到说店员他们内心有时候 他们的工作压力会有五个来源 第一个我们有卖这个东西吗 你说他们在会突然被问到 对自己的疑问跟压力来源 第一个我们有卖吗 呃 然后第二个是这东西放哪 哦 第三个 这怎么用 他有时候也不知道 对 然后或者是如果他弄错要不要赔钱 嗯 然后最后才是客人不要骂我 哦 就有些客人情绪不好啊 或者说 对啊 这很危险 就是给他们很多的工作压力 对 所以他其实有提到跟点出一件事情 他说他觉得超商店员是协调者 就是他是在协调客人啊 机器 然后还有东西之间的那个角色 然后他要把这件事情定义叫做组合劳动 嗯 所以还有三大 第一个是多重任务在身 但是他在东西上面有一个标准的作业程序 在对人的话 他有一个标准的服务程序 所以以便利商店的超商店员来说 他有一些很好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 嗯 但他也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会有时候会忘记 对 对 但那个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他就是很容易被打断他的工作 嗯 实际要安排的事情 对 对啊 然后他也有提到说 超商这个产业 就这个服务 他其实就是希望提供的是一站式的整合服务 对 就是包含你生活当中的所有大小事 然后所以他们其实也有提到说 超商的立场就是 我开发了这个刷条码这件事情为例好了 我开发这个服务 他耗损了这么多人力 然后还有时间跟投入的这些成本 所以我就要把它发挥到极致啊 嗯 所以我们就要开始扩充各种服务 都可以刷条嘛 嗯 所以就一样的动作的时候 他其实可以符合很多个需求 对 这就是超商的立场 可是 其实这些他还是会微调 比方说做咖啡也是好了 一个咖啡机器 但他的品箱现在二十种了吧 嗯 还有不同的啊 然后每一个 要加东西 要加这个 要加那个 要先搅拌 要咬或干嘛的 我是好客人 我都只点没事 我也是 没事 就可以了 对 但是他们就变成是这些东西 其实都会累积在店员的身上 他要记很多很多事情 对 虽然他的工作好像只是最尾端 但他其实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 对 对 然后这本书最后他有提到的是 他说社会代价舍 社会代价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变成生活白痴 OK 就是我们就变成 我们没有超商 我们就不知道去哪里缴费了 是不至于啦 没有超商 我们可能就不知道 咖啡从那里来 就类似这种 这太夸张了好不好 就是类似这种 就你可能如果当他少这个服务的时候 便利性差很多是这样的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 啊干 为什么这里没有便利超商 有一个可能你刚刚没有讲的是那个物流啦 对 就是送货的时候 以前大家就是 如果你住的地方没有管理员 不能代售的话 其实很麻烦 对 哇 自从可以寄到便利商店之后 对 就大家就疯狂网购啊 他们真的很崩溃 真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又另外开发出了一个 很酷的事情 你还记住记得去年 呃 因为三级的时候大家不是疯狂网购嘛 对 这个四大操商里面有一家就做了一个大转型 你知道吗 不知道耶 呃应该是莱尔富吧 大转型就是他们把自己当作主要是拿来收货的店 而不是消费的店 你知道我们家附近有一家 然后就是他就开始把他们的货架全部 摊出来 撤掉 他把以前不是都是把它收起来嘛 就收到之后它就收起来 对 然后你就是说 诶你是电话 我有印象 他就直接把那个收货的地方全部斩出来 然后你自己去拿 对 对 然后就变成 他的容量就变大了 因为他不是把它放到里面的仓储 他就把它放到外面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去拿 然后反而因此 这样变得大家觉得 更方便 而且他可以存的量就大很多 嗯 哦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代收代付 或者是包含了这个物流 送东西 送包裹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还蛮大的一个产业的转变 对 好 好 那最后来预告我们大家所有人 如何当一个好客人来减少超商店员的工作压力 就是这是这本书 我觉得大家可以马上有收获 也可以改进的地方 好 没有啦 首先第一个店员最大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减少逗留在店里面的时间 赶快走 快点滚 没有啦 好 他是说第一个 然后我们东西在结账的时候要拿好 然后到柜台的时候就把条码朝向店员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要自动自发 我们会拿好钱 然后也准备好 可能刷载具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进店铺的时候 你就赶快挑好商品赶快付钱赶快走 最好电影都没有人 好我会把条码朝向店员 然后我会准备好 我会把那个因为我现在都用行动制服 所以我都会直接开好给他刷 那个其实最快 对 因为不用找钱 然后他也不用输入什么电话号码什么会员都不用 就扫完之后就直接走了 对 我是个好客人 我也觉得我是 但是我进去之后我会逛一下 还是看看有什么东西 多买一点 好 延伸阅读 来 最后刚刚有提到的是写汉超商那一本书 就是他在讲的是连锁加盟怎么变成练锁加盟 对 然后是吴伟立作者写的 第二本书是给如果你也是服务业或你对于 很可怕客人很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 可以看客宿管理 让你气到内伤的客宿 这样做都可以迎刃而解 是一本就是日本的作家古后制写的 好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阅读提案 跟大家分享的万能电源 的确啊 大家还是不要为难电源啦 对 去超商的时候 做完你该做的事情就离开 不要在那边 预一些什么有的没有的事情 对 不要问东问西 他们其实很辛苦 有些时候当然大家情绪上面可能比较多一点难免啦 对 大家就互相包容一下 为了这个社会 对 他们也是领着比较低的薪水 在提供他的服务 对 对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做过最糟糕的 在便利商店里面做过最糟糕的事情 但其实我觉得便利商店后来还有开放内容 就我觉得真的是压力又变得更大了 对 还要清洁了 对 好 今天就是我们的阅读提案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万能电源 我的便利 你的过劳 超商的社会代价 希望你今天听得开心 听得喜欢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的话呢 都欢迎到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 还有Facebook 我们下一集来回复听众留言 哦好 那下一集我就不要讲书好了 诶不行啦 好像还没有多到那个样子 哦 那个书很多你 你这条重点嘛 好 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拜拜